你觉得乱讲的话 在这么一个世俗标准 这么无苦不入这么一个时候 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去保持他那种 理想主义 英雄主义 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孤立呢 你觉得 就是你不能说我有理想 我坚持一个信念 我就是一个英雄 英雄他肯定有前提 他还有一种自我牺牲的一个精神 就是他是可以舍弃的 那所以才叫英雄嘛 要不然我也有理想 跟我不个英雄 而且不被世俗规范影响 真是太难了 所以你要独处呀 就是说你去迎合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迎合 这也还是可接受的 subconscious是不得要之法 也不能太要求高了 对吧 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的迎合了 你会讨厌自己吗 你会 会呀 所以我迎合的时候 总是不够流利呀 真的真的 我自己都能观察到自己 就那个自己在看着呢 就直摇头 刚才你说你看到这个 这样照片 想你那时候 你觉得他已经经历过很多故事 苦涩呀 然后你说你再碰到他 你觉得都会过去 没 你现在看他 你觉得最多的苦涩是什么呢 脸上 他有一点挑战性吧 眼睛里还是有一点 就是你能拿我怎么样 这样 这张有点拧的劲儿 对 其实生活当中的确其实也有过很多苦难 但是呢就是说是我就是一个坚持要保持纯真的天真的 那些烙印是打在另外一个地方 它不是不存在 但是不会影响胃口 那咱走 好 咱们走吧 就透露式的表达 我当年是完全接受的 我也是在舞台上朗诵 我应该怎么站着 或者应该怎么拿着 我也会 我也是那么做的 潜意识里面 可能知道我是生活在一个大舞台上 我平常很少去想他 那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 叫Irish 是不是 对 突然的勾起了我 因为他移民是从阿尔兰到纽约 那至少他语言还是通的 人种啊什么 还是白人 还是白人种 还是这样 我是一个文革当中成长出来的孩子 一架飞机突然间给我撂纽约 所有的价值观 对错 一下子都没了 然后所有一切熟悉的 这种思念 这种牺牲是很大的 这当时中国还有什么意义 想让你特别的留恋 除了亲人 除了什么样的东西 让你特别的强烈 一种集体主义吧 因为美国是完全个体化 那种孤立的 那种非常孤立的原子化的 对 因为你要突然间负起责任来了 集体主义 有一种安全感 所有的对 是上面交给我的对 所有的错 是上面交给我的错 那要用自己的良心 去做分析 自己的良心去感受对错 这完全陌生的概念 我当时不知道个人意志是什么 我不知道个人意志是什么 但是这个其实是人应该有的 没有自我意志 很难有道德底线 因为你就没有办法担当 你没有办法担当 你没有办法担当 你自己觉得什么时候 慢慢真的建立起来 你所有的个人意志也好 慢慢真的开始成熟了 需要花了多长时间 很难说 太漫长了 那个回忆起来的话 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那样 对 一切好像要从头开始去学 所以这个痛苦漫长的过程 有很多是内在的内心的东西 中间有特别动摇过吗 就放弃退了 没有 没有真的 没有真的觉得 因为感情上 这种痛苦 就改变自己的决定 没有过 没有过 你是那种 就是live in the moment 那种 我希望是 我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 理想状态是 但是也不是很容易做到 其实我挺固守的 所以我说我到美国 我看到有一些其他的留学生 就科技这方面的 或者跟我同代的 他们其实融入的比我快 因为他们的语言比较相通 那种技术语言 或者什么语言 对 他没有对一个祖国的概念 有一种象征性的 或者情感上的分析 因为我在考虑 价值观啊 我在考虑 某一种文化上的什么呀 负担就比较重 所以很难让我放弃 我当时出国的时候 还没钱看电影 等到我去电影院的时候 看的是 Charles of Fire 我特别爱这部电影 Charles of Fire 然后我就知道说 那个英雄人 人物是这样来表达的 就是说在表达一个英雄的时候 你不能去抹杀他的人性 然后慢慢的我也看到了许多 就是对人性本身的肯定 所以我感受到的是生命力 而不是一个空大的口号 比如说那个Charles of Fire 里面有两种信念 一种是宗教是他 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了 某种人的那种拓展 我可以跑得更快 我可以更辉煌 那种希腊式的这种东西 这两种信念 哪个对你更有吸引力呢 都有吧 都有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呢 可能更是作为一个人吧 个体的一种丰沛性 各种作为一个人 对 你看那个Emily Errhart 那个女飞行员 为什么他至今 人们还在想着他呢 他没有说 我是为了航空事业 我要冒这个险 我要做一件勇敢的事情 独自一个人要怎么样的 没有 他是一种非常个体的冲动 对天空 对航空的一种激情 一种偏好 其实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人 是最有创造力的 我喜欢那些 没有实用性的激情 就是对人性本身的 对人本身的一种拓展 其实当然小花这么打动人 其实也是某种 对更本能的人的情感之间 那种表达 是不是一下子 对 当时小花的表达 的确是跟其他的 之前的叙事完全不同 对 叙事不一样 他很模糊的给人带来的 这种渴望向往和爱吧 有一种爱 当时拍的时候 对刘小庆什么印象 19岁的时候 其实当时 其实我进组的时候才17岁 我是在小花祖过的18岁的生日 所以他不怎么才带我玩 他就把我当孩子 没什么可多跟我聊的 我就觉得羡慕他 特别羡慕他 很豪爽的个性 会唱歌 会弹洋琴 这都是我不会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老有午餐肉吃 就特别羡慕 就特别缺吃的 那时候 而且我特别的馋 一顿能吃四五个大馒头 特别馋 然后羡慕的不行 或者说在一个剧组里面 突然之间在几个月 或者一段时间里面 彼此间的感情迅速的加剧 然后突然又都散去了 这对一个人的情感的考验 是怎么样 对你们来说 其实就是说 真的每个小的时候 每次离开摄制组 那种惆怅 根本不是一个少年 应该有的 当时离开小花组的时候 我也记得挺清楚的 就觉得是大病一场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这次拍的 也是少年的电影 我真的 我看到他们道别的时候 我太理解了 当然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 马戏团式的生存方法 现在有手机 有网络了 你还可以说 去关心到其他事情 过去没有 你的全部的人 就是在这个组里 就好像世界上 没有其他人了 世界上就这几两三百人 这就是全世界了 那就是这样了吗 你说岁月 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岁月就意味着岁月 岁月还能意味什么 不知道 我问你 应该说吧 就是可以炫耀的东西 我经历于战胜了 那么多的痛处 那么多身体上的疾病 头脑里的疾病 这是一个多么可吹嘘的事情 就不正跟你吹着呢 现在有什么除了要完成电影之外 特别想解决的问题 特别困惑的事情 跟孩子们吧 怎么讲 可能也就是说我自己成长的年代 跟他们所成长的年代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我拍英格力士 有一部分是希望他们回去看吧 让他们能够看到说 是这样过来的一个人 类似吧 对 反正我就觉得我做得不好吧 那天谢静纪念日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有的时候他 对他两个智障的儿子 有那么一种欣赏 让我回想起自己 对女儿经常很严厉的去批评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很酷啊 他会说 哎呀 阿斯今天把那个拖鞋给放回去了 放到鞋架里了 哎呀 特别高兴 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雨伞撑开了 特别的幸福 就那种爱 很少有的 很纯粹 因为他没有望子成龙啊 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挣多少钱啊 要为我脸上贴金啊 为父母争光啊 这些错误的这种父母的概念 其实我自己也下意识的在我的孩子身上 有过我觉得 嗯啊 就是我可以说 很少哈 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让他们感受到了 这个就不一定 嗯 好 差不多 谢谢你啊 OK OK 好吧 当年大班引起的争论 你还会不舒服吗 不会 早不会了 是吧 嗯 就好像看别人一样 对 像一种人 别人的人生 对 好像根本就不是我自己 嗯 目前为止 你演过这么多 哪个角色让你真的是觉得特别难 特别有挑战性 特别有挑战性的 都是特别烂的角色 烂破角色的挑战性可强了 那说说看 你怎么演啊 你怎么演你才能 才能不让自己无敌自容啊 嗯 比如吗 能说吗 这个我都记不住了 嗯 我演过好多烂戏 好在就是说做演员的 你演烂戏 人家没看过 嗯 或者自己 烂嘛 没人去看 比如你自己想起来 你演过这些烂戏 你内心什么感觉 我心里特别咯噔一下不舒服吗 也没有 也没有 人嘛 嗯 嗯 包括你演那个 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其实HOME STORY Oh HOME STORY HOME STORY 对对对对 里面那个母亲的角色 对你来说 你演她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导演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给了我剧本 我看完了 我见她 我说呀 我说真没见过 这样写母亲的 嗯 嗯 我总是想给她一个赎救的价值 嗯 我总是想希望她有所认识 嗯 但那个导演 因为她讲的是她自己的妈妈 她无法给予这个 嗯 然后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让我把这个角色承担下来了 嗯 她说她妈妈不识字 就是要想象一个完全不识字的一个单身的女人 曾经在风流场所工作过的 带着儿女一个人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 她有多少生存的方法 嗯 和她的这种个性 所以她就跟我说了这一句 这个人 她妈妈不识字的 我就觉得一切都好像 可以把它翻译成某一种东西了 其实我那片子最明显感觉是她的 对 哎呀那种生命力太动人了 那种东西 她必须这样 嗯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对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其实就是 这种希望让她动人 嗯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力呢 我也不知道 我经常觉得没什么生命力 但看起来这么有生命力啊 你想你这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 换过不同的地方或者 做不同的尝试 生命力很惊人的呀 活了好几辈子似的 可能还是有一些好学吧 嗯 哦文学区位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说的很确实是很文学的部分嘛 年轻的时候读书量很大 其实特别爱读书 就记得如果是拍戏的话 我会一个人在房车里面读书 因为我生活精力有限 就是你不可能去把这些生活都活一点嘛 对吧 好的小说它能够让你体会到人格人性 和人的一种梦想 它会更有感染力 嗯 比生命当中的似乎更有感染力 因为它浓度更大嘛 嗯 那你什么时候最初读到这本书呢 一个类事呢 当时最初什么感觉 它勾计你很多过去的那种记忆吗 回想还是什么呢 也是很多年没有去想这种事情了 因为人不是整天都在回忆的 生活挺索的 或者为什么选择去拍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出 嗯 其实过去的几年当中 也有其他人来找过我 嗯 倒戏 嗯 但是都没有 没有感觉 嗯 那读完这本小说 我觉得我可以 给他加分的 嗯 您加什么分呢 你觉得 就是 把他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给他的是我的情感 嗯 我给他的是我自己的这份 回忆 嗯 我进上外以后 嗨了那个小花之后呢 我就 凑过了很多课 嗯 回去以后就需要 各个老师给我补课 就那个是挺幸福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单独上课 而且比较自由 然后老师也愿意跟你说一些 他想说的 可以一对一说的 啊 所以那个那个还是很享受的 嗯 包括这个过程中 比如哪 哪些东西最 击中你呢 让你去 是他跟他的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 对 嗯 在这样一个 嗯 贬罚的 那么艰难的 嗯 嗯 嗯 岁月 能够有一个人 让你去感受到内心那种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嗯 其实就是对这种最美好最柔软的东西的一种渴望吧 嗯 那比如说你在这个电影中 英语世中你对角色的感觉 你对应该是什么样的处理呢 每一个角色不一样 嗯 就英语老师吧 那个最迷人的那个角色 从外形上来说 他其实有他很威诺的那一面 说话声音也挺轻的 也没有表达出任何一种特别 啊 勇敢的那种行为 但是 他是整部电影当中其实最坚强的一个人 嗯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有真正信念的人 嗯 我比较反感电影里对坚强的表现 是所谓对坚强的某一种想象 就是我觉得在被砍头之前 一定很害怕的 嗯 其实是你内心的最大的恐惧 就是你都根本就不想不想在等待下一时刻的生命 你 你在这种恐惧之下 因为某一种信念 你挺过来了 嗯 你挺过来的时候可能是绷着背弯着腰 你可能在尖叫 嗯 但是你没有叛徒 嗯 就说共产主义信念 你要真正的去理解它 真正的去 说这个信念 真的很伟大 嗯 很伟大 嗯 你要没有这个的话 你怎么拍的好 嗯 所以在我脑子里的 英语老师 他就是一个那么普通的人 他会害怕 能不害怕吗 他要保持他的生活品质 有他一份小资料 嗯 那些年我们大家都是对这个东西是杜绝的 这个东西是危险的 所有最温柔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却是最有颠覆性的 嗯 嗯 有爆炸性的 嗯 对啊 当然邓丽君和猫王也是有他的 对 颠覆性和爆炸性 嗯 就是他没有按着一个时代的脚步 嗯 就就跟一群牛那样 嗯 去生活 他是按着一个永恒的脚步 嗯 在生命的路上走 而不是 见机形式的 嗯 很实惠的 就是说没有任何 理论基础也好 思想基础也好 就在那里看着风向 去做事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英语老师的 那一份爱 嗯 这种因为 因为那一代人都是受这种 你说革命叙事也好 嗯 或者维物主义叙事也好 那种的那种塑造和影响吗 都有一个逐渐挣脱的过程 然后重新寻找 对你个人来讲 这个挣脱过程是怎么怎么发生的呢 还是说他其实 是一直 那个种子一直在 我相信可能 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是出国吧 嗯 就是 我进上外以后 有一个老的老师 啊 是 那个 圣约翰的 嗯 毕业的 我的英语名字是那位老师给我起的 嗯 Joan 对 什么元 什么什么来头呢 她的她起这个名字 就是 Joan of Arc 啊 勇敢的 啊 是 这 是这么一个圆圆呢 嗯 声音也有点像 嗯 嗯 然后老师认为你身体里住了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女人吗 那么一个tough的一个 没有 她就觉得这很好 然后知道我在申请出国 说 要勇敢 嗯 比如你那时候等于去美国一个很大的culture shock 嗯 其实你现在回到中国 就中国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年轻人在的思维方式 会给你一种新的culture shock 对 今天的年轻人我有很多很欣赏的地方 我其实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聊 嗯 对 其实就是年轻人还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 嗯 他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某种地方更个人吧 跟 对 那之前的更集体式的不太一样 嗯 那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呢 你觉得 普遍性的 如果有的话 嗯 他们 挺奇怪的 就90后那种好像是追求更真实的一种东西 Authenticity 嗯 嗯 不愿意为你做太多的戏 嗯 但是与此同时呢 在中国最好卖的一个软件是什么 美图秀秀什么 修图的是吧 对 对 所以真的是失去了生命当中太多质感 因为一切都很光滑 一切都可以P图 PS PS 对对 一切都可以 把它的 粗糟的 摩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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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掉 嗯 它是另外的一种关注 嗯 它是 它是通过了一层磨光了以后对另外不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关注 嗯 这一层东西肯定影响创造力吧 嗯 还有一层影响创造力的就是你时时刻刻的在被预测着 嗯 你的头脑 每一秒钟都在被刺激在某一种色彩的变化 嗯 光线的变化 消息的变化 短暂的那种小小的刺激 嗯 所以你没有机会去觉得单调 嗯 创造力必须要单调 嗯 就是它是独自单调 特别闷的情况下 它必须用想象力去去去弥补 嗯 就是现在的这种手机生涯不是特别利于我们去深思啊 嗯 包括你说你想起外婆外外公他们的那些人 你在看他们都是什么有什么对什么新的感觉吗 他们像 我觉得真不容易 看他们老一代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嗯 我外公他其实不是什么优越的家庭出生的嘛 他自己的好学啊 勤奋啊 使得他能够到英国到美国去得到这样的成就 然后回国有这样的成就 他的那种激情对对科学的激情 嗯 他从英美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梦想研究鸦片受体 但他回国以后 战争当中嗯 会有许多其他的需要 嗯 研究黄安药效去替代抗生素嗯 解放以后要研究血系虫病的治疗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等待 然后在70年代的时候 在他英国原来的同事嗯研究出来了 就是这一份罪爱他根本就是为他而生存的这种 嗯 就是而做不到 或者说 因为你们家庭等于是20世纪中国动荡的一个也是某种缩影嘛 其中有无数的遗憾嘛 就有某种无数的遗憾 未遂的志向 就这些东西想起来 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对一个孩子来说 你 不懂 你不理解 嗯 没有人跟你提起过死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说的 就让你 去思考一些 那些到底生命是为了什么 到底 到底怎么样一种生存条件 是 嗯 你 不应该接受的 嗯 嗯 他那么他那种无奈 你有什么特别的无奈吗 这么多年过去 可能这个就是要等到老透了临死前自己会 有 有一种总结吧 嗯 现在 心情不好的时候 觉得无望的时候 觉得想抓头发的时候 我会把它承担下来 嗯 我会承认它的 嗯 因为我觉得 我当时那么懵懂的时候 出去的这 这么些年 我挣扎着的这么些年 它的确 拖宽了我的地平线 嗯 就是对整个人生的那种 认知也好 对人性的认知也好 如果不出去的话 可能会比现在狭隘一些 嗯 嗯 我喜欢现在的视角 嗯 对 变得 更宽容 嗯 这种宽容 不是说 是一种慈悲 这种宽容是一种理解 嗯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情感逻辑 或者说 就是emotional life 这种东西 那种 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比如说年轻时候很多挣扎吗 很多 渴望 现在是什么 是平静吗 还是说 肯定是有挣扎的 人活着哪能不挣扎呢 对啊 嗯 肯定有挣扎的 嗯 我就属于 其实就是很多很多挣扎的 但是呢 嗯 没人知道的 嗯 别人看不出来是吗 嗯 对 我也不一定会跟 把这种 这种是你自己最隐私的东西 嗯 这种 隐秘的角落里面 那个部分 对啊 这个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人 他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释放出去了的话 他不就拍不了戏了吗 嗯 写不了东西了吗 嗯 树 我很喜欢树 树 其实有时候会走再往那个上面走 就会走到那边的球墩 然后就其实就是就是这个地方上去 啊 就可以在树林里啊什么 嗯 很好 你喜欢那种沉默有力量的东西 对 嗯 而且知识之中 他从种子开始 嗯 简单的为了完成自己 嗯 就 成立自己 嗯 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力量 嗯 那你觉得你是那颗简单的种子吗 我呀 嗯 Y7Y8 Y7Y8 今天约了我女儿 嗯 人家让他录一段小视频 说有一个什么戏可以演 他想演戏吗 就喜欢想尝试一下 嗯 对 刚刚上海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孩子是可以当总统的 哎呀 这个这个全世界 嗯 宽敞的在你面前 嗯 然后他越长越大 他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小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可以尝试的 我等一会儿一直听那个 听毛网 听Presley 那时候听到那个亮明天那是什么感觉啊 嗯 记得那个那个具体的场景 有点爆炸性的吧 就有点像第一次听邓丽君这样 然而更更 嗯 具有爆炸性颠覆性吧 嗯 最初听到订了邓丽君是什么时候啊 七八年吧 很早就是刚刚开始有的时候 那时候还要背着我父母 也是 惊讶那种 太惊讶了 嗯 那时候我们还用邓丽君的歌调交际舞呢 嗯 那个就觉得简直腐败透顶了 嗯 嗯 就自己认为已经是腐化堕落到了几点了 哈哈哈 然后到Presley更堕落是什么觉得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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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